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今天的广东队真的是名将轮番出马 张庆军这又是一名无数三打界响当当的人物 他在08年获得了全国无数三打冠军赛90公斤级的第二名 而这样的一个成绩可以说是他履历表当中最不显眼的一个成绩 他获得了多次国内和国际的冠军 张庆军呢 在此前两战全胜 并且呢 两次都是KO对手 比如说双方一年打法上都是进攻性的选手 看来就是进攻性的选手 可能比的就是实力了 双方 尽管是大级别人 腿法用的比较多 刚才是踹腿 鞭腿 今天的上来路并没有说呢 是在比赛当中畏首畏尾 同样面对名将也是敢打敢拼 今天我们看到张庆军几次的想要采取这种摔法进攻都没有成功 上来路防守摔法还是准备的很充分 看来第一回合双方的思路很清楚 就是以攻代攻 双方对攻的比赛 这台三大的比赛当中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也是非常精彩的 对这种大比大级别的比赛呢 我们知道在比赛当中 这个出拳的力量是非常大 应该说呢 站来路对于张庆军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了解了 毕竟呢 张庆军是无数三打界的一名名将 大家对于他的研究都会非常的凑涉 那么双方应连可能在全球比赛上接触比较多 双方相对来说也比较熟悉 张庆军呢 在07年第二届南北明星武术三打对抗赛 获得了90公斤级的冠军 在08年第三届摩西王争霸赛也是获得了冠军 07年的中俄武术三打对抗赛同样获得了90公斤级的冠军 10公斤级的冠军 张庆军的战术也比较清楚 对于这种进攻性的选手 只能是用进攻才能遏制住对方 对 一位的防守是没有办法防住张庆军的 漂亮 漂亮 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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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张庆军的战术 可以 张庆军的战术多秒 那么 正式 被强制主角一次将失去两分 那么 正式 张庆军刚才一个鞭腿的一个空缸 落地的一刹那 这个 张庆军的一次机会 而且 这也是在这种大级别比赛当中啊 一定要注意防守的一个原因 一旦自己出现漏洞往往是致命 张庆军 张庆军 这 张 张来的并没有因为刚才 受到的重拾就有什么影响 依然步步紧進 好辣